你们知道吗 你们家中的老人 可能正在被所谓的电视购物PUA 而且那些客服 那些所谓的电视购物 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用了那些PUA的手段 真的是会让我们 做小孩的心痛并且气愤 那下面是七哥亲自碰到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力比较大 可能会很快就会被公关掉 所以你们最好是收藏关注 如果有同样类似的事情可以留言 或者跟七哥联系 我们一起来抵制这种 给家中老人PUA的恶行 如果过不对版不满意 或者不想要了 都不可以直接退 即使你用了 干了七天之内 有任何质量问题 我们去包退 包换这么好的被脸 还是一样 保持转身到工厂 经销洗选出来的 我老秘书家 请自来工厂 品质高不好 价格公道 戴床好被子 就选爱 你这个 不满意 全页退款 改变收负 全页退款 货到货款对吧 我收货 我再看一下货 你等一下我拆个货 我看一下 这种属于是你们的代收款的客户对吧 他平时 通常有没有审核他的资质啊 不清楚啊 通常是比较正规的平台应该审核一下 没有成分标 说是蚕丝被 目前这个没有成分标 那个内标没有 这是不允许的 两个内标都没有 就必须哦 他说蚕丝被必须注明有多少成分 多少内标成分 蚕丝占多少成分 然后其他员或其他什么占多少成分 这个就更不用看 这个没有 因为里面的占多少成分 外面占多少成分 那个回去给公司讲一下 这一家是一家 专门骗老人的购物平台 尽量不要去接种单 这种就问会很多 那现在我钱给你 就是不是威蓝里面 因为你们也不知道 但是这种事情 一定要给公司汇报一下 我呼吁买这种 我这次是要跟他们战斗的 但是你们要注意 他这种没有成分标 因为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这种属于为虎做藏的事情 因为他们全部骗老人 我花600块就是为了 让他们有一个教训 当然给你们配送是没事的 谢谢 七哥从这种电视购物平台的 被指到了 是由XXX来负责收款的 理论上这么大的公司 应该严格把持一下这种 特别是这种贷收款 这一家公司很明显 他们是针对老人 在做这件事情的 开始表示要退款 因为里面没有成分标 就是侵犯消遗者权益的 那我们现在打购买电话 表示要退款 你们看打得通 那我们先听听 七哥以老人的购物 购买这一床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说的 你们听不掉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们是买餐子之类啊 在前面电视上做广告 我怎么知道 对对对对 我怎么知道 这边看到 您的标准收集到了啊 怎么会被捕捉呢 这是 你打到购买太多了 我们接过来就 在给我通销了一个过程 大家终于听听 他自己的 他会为你们家导致了啊 对对 我跟你说一下 你听一下 现在啊 咱们大品牌爱艺术 新加艺艺术家 是在演的 平均的同家是保证的 而且这个残词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不还没有 我们爱喜欢 可能在带阶 留着人体 第二皮肤的本意 所以说呢 你特别适合贴舌盖啊 他透气扫滑 精油蓬松 而且依据抗板防径电 特别的轻易柔软舒适 知道吗啊 就是你贴舌盖嘛 他透气扫滑 而且特别的精油蓬松 依据抗板防径电 不如影子上席区 你不如警察在位子 特别的柔软切出的 知道吗啊 就是 我老爸比老师 你想知道是不是真实 对就是真的呀 保质保料的呀 真的 老师在演的呀 那肯定大型的爱艺术 知道吗啊 这个你长期盖蚌子 还可以提高 改善本的水面 第二两 那就是肯定很消息 改善水面 就是 但是我们附近的商场的 蚌子盖 跟您的价格差很多 对 就是什么价格 对 今天就是做这个活动嘛 我可以说一听嘛 好吧 因为蚌子咱都知道啊 特别是 咱这个蚌子呢 蚌量特别的第一阶 其实真贵 非议为一两蚌子一两斤 是吧 然后商场都卖的比较贵的啊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蚌子贝啊 你看的是什么样的 它是冬了夏凉 知道吧 秋冬季节 所的温度特别的漏多 我还想准备一下 就是这个纯蚌子 还是这样的 纯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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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记得这个全国 冲一下呢 2298呢 知道吧 全国冲一下 不动不动 输了咱们 一厂十斤肉 咱们回家呢 一岩四斤肉 然后今天我们会上街 日后吃产了 没有日后 再送着咱俩 一厂五七朝呢 两厂十斤肉 十斤肉 你知道吗 你听吗 你听吗 那就是这样子 一位老人家的 一厂两千多两厂 十斤肉 今天呢 不让你讲话的机会 你听吧 一个冰淇淋 够价590块钱 整整两厂十斤肉 在我家 就是一斤肉 在华五十斤肉 毕竟买任何的 私免费都会划算 而且今天你打优惯 比较早 打进前五十斤肉 暂点 对抗云的价格 而来 前五十年 天都是前五十年 故事在套路 你换新起来方便 有用的球款前面 被网了 别让他闲让 那我能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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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买 那我们都亟掉 Lab 我们就是亟掉 Lab 他就是反映的 就是巴刀 你看吧 爱兽的国大条 爱兽堂 长肇铁铁铁线 这肯定是如此 对 江珠坛 江珠坛特别硬定 那我现在出发什么是要传意识看 是行动铁还是上场过来 就获到了几百钱 因为你能得出租 对 获到公安的时候 对 所以今天刚才那边 就上海说的 刚才那边上海的美衣艺 我们发生这些新闻两种 多了也不让带 其他带两种 两种护肠是必要招跟不一样的 好了 那听到这里很简单 你只是强调全师的 因为七哥是冒充老人 当然你要说七哥老人也是可以 一直冒充给老人立威 你只是强调 带他有多好啊 有什么皮肤好 顺便好啊等等 然后是什么 一直老人吧 好那接下来 他接下来的套路是 没有现场卖给你 另外会有哪个电话进来 那为什么没有现场卖 另外再拿到电话进来呢 套路都埋在这里 到时候七哥给你讲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听下一段录音 对 你真的要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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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确认一下 这个财经是百分之百的财息吧 第二个财经是百分之百的财息吧 我认为百分之百的财息 两个客户都这么说 我认为我便宜离开退的事吧 我认为你真的要查财 我认为好 然后就知道了 我认为你真的要查财 那他为什么要分两个电话呢 第一个电话打过去 40的电话是没人接的 为什么没人接 因为接下来你要通过这个电话 退货什么的 很多人会通过这个电话退货 所以他干脆让你接不到 第二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 他不卖你 为什么 因为到时候你要找这个电话退 他也说他们只是负责卖 你应该去找另外那个客服 如果你找第二通电话这个客服 他又告诉你 你去找卖给你的这个老师 也就是说他几个电话 是互相穿插 互相推诿 好 那我们现在为了测试 去一个讲话的真伪 我们现在打 我们购买那个400的电话 看看接不接 他有好几个电话 有好几个400的电话 他同样一个集团 他是在不同的电视频道投放 投放的是用不同的400的电话 那我现在当然是打 我买的那一个的电话 我们打过去 假设你们老人买了这个被子 但是看不到成分标识 然后完全看不到里面 含多少真似 那我们现在不板意了 按照他7天 无条件退货的这个说辞 我们看我们是否能退货成功 那我们现在打400的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代播 永远导致电话 我们再来一个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代播 然后再过半个小时 电话就来了 来 半个小时 其实我们下电话 套路就要 半个小时电话来了 如果你说要买 同样一个套路告诉你 你介绍XXX老师 然后什么功能多少多少 如果你说要退 那么看看 你是否真的退得成 那如果七哥自己做的电商 如果七哥自己退不成 你看看你家的老尉 是否有可能把这另外一块拿回来 我们等着看他电话拿进来 现在电话来了 隔了一个小时 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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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是 这边电视栏目中间 我看您刚刚看我 我打电话吧 对吧 对对对 我打过去怎么没人接啊 呃 这个另外一个中带房嘛 哦 这边有什么能放到您的吗 是这样子吼 我买了一床 你们的被子今天收到了 收到了之后 打开来 那个成分标 没写多少丝的 那这个丝到底是多少吼 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买了一床 今天刚到 但是打开来之后 我儿子说 没看到成分标 你买的啥不利啊 就600块了 600块了 你买的啥呀 就被子啊 蚕丝被啊 蚕丝被子 对对对对 对对 我老师 当你老师做的广告的那一个 那你这样吧 我那边别系 厂家人家是第一次回电话吧 我这边就看你打电话 然后这边跟你随的 那你是你那你打給我是幹嘛的 就是看到你打電話了 然後這邊他聽回答 那我售後售後要找誰 售後電話要打哪一個 我這個的話我幫你打電話聯繫一下吧 沒關係我自己聯繫也連得麻煩你 但是就是想知道售後電話是幾號 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幫你聯繫一下 你們400電話是打進去能買 回過來也能買 但是現在就是要退就沒有售後是嗎 他那個售後它是每個廠家提供的啊對不對啊 你們賣不負責售後廠家 廠家他又不賣 是你們在賣啊 阿姨我要跟你講清楚 我這邊啥東西不賣的啊 我只是一個客戶 我已經買啥東西都沒有 只是你打電話然後我已經回過來 明白吧 人什麼東西都不賣 那售後什麼時候能聯繫到呢 我這邊只能已經聯繫他們廠家 要不要自己處理啊 那你能不能隨便給我一個電話 你知道的電話有沒有 我知道 我現在可以他們那個廠家的方式聯繫 要給你回電話嗎 大概什麼時候 你最後我不太清楚 你耐心等待一下吧 耐心等待 好 好 聽到了沒有 七哥是做電商的 你看你們教我怎麼去做售後 那我如果我做電商我做不了售後 你相信你們家裡的老人家 能順利的把這床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的被子退掉嗎 另外我們來看 好這裡是他的一張外表 那同樣是沒有任何承問標 那麼來我們放大一下 請問誰哪個老人家看得懂 這個是什麼工廠 七哥眼睛是1.5 甚至是2.0 我都看不清楚這兩個四個字 你叫老人家怎麼去找工廠 這個你們看得清楚嗎 我已經拍照放大也看不清楚 我們接下來放另外一段錄音 也是剛好攝影小哥不在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要跟他講退貨 那種態度就是對待你父母的態度 我一定會看 然後如果我要打售後 要打誰的電話 我給你聽一下 我剛剛給你打過了後台 因為我這麼說話 這樣負責的也是接受電話 那明白了吧 就是你什麼 也不知道你自己的話 也是給那個 明白的問題 你什麼事都不能解決 或者負責接電話 那沒關係 那你告訴我 誰能解決我打售後的電話 或者什麼 或者什麼 售後電話的話 我這麼說話也不可以 聽到英國的話 你再來講 明白了吧 那對不起 你是什麼公司 你說你們是什麼公司 你一定會問我 好 那我問你是什麼公司 你不回答我 你是什麼公司 你們是不能問你 他明白了嗎 哪一家公司 你不要說話 我明白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問你哪家公司是 我那邊不喜歡 現在整個套路就這樣 就是400你打過去 他是永遠打不通的 再過隔個一個小時 他就會打進來 打進來 如果你說要買貨 他會剛剛那些套路 給你PUA 給你爸爸媽媽PUA PUA完 你買了 OK 發現有問題 沒有成分標 或者等等質量問題 你同樣再打這個電話 他仍然會回 然後當他知道你是要退的時候 各種推託 公司名字不願意講 售後電話不願意講 就無限期的推託 哪有你們的爸爸媽媽 就這樣被PUA了 買了一床 蓋下去 都不知道會不會產生什麼 健康問題的被子 那這件事情 在七個持續處理當中 但是我們能相信 大部分的家中的老人家 是沒辦法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他已經把你的 後續的處理通道毒死 那在這裡有幾個事情 就是要送給爸媽媽 就是第一 不要傾信這些 所謂的明星的代言 也不要傾信 所謂電視購物的這些 說的這些花言巧語 另外有要買東西 或者通過線上買東西 可以跟小孩子商量一下 因為隨著小孩子今天長大 他們雖然在你心目中 不能是小孩 可是他們黃片醫師 一定比老人強 不要再這樣子覺得自己是家長 一定不會做錯的事情 因為現在的套路層出不窮 那七哥同樣的 七哥沒有所謂的 那麼有爭議感 沒有那麼誇張的 有所謂的爭議感 七哥只是自己家人的權利 受到侵犯 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槓入 我知道你們的利益很大 這個視頻一發出去 可能會產生比較大的反響 你們也可能覺得 斷了你們的財路 會採取某些措施 七哥坦坦蕩蕩 地址電話名字都是真的 隨時歡迎你們來 這裡找我 好吧 再次奉勸老人家 買東西要慎重 然後家中有老人的小孩 也多多關心家長的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是不允許家長被套路 另外我們奉勸那些 唯虎作倉的這些 所謂的客戶這一系列銷售人員 如果你家中有老人家 這件事情你願意承受嗎 所以幾步一步四一人 希望你們不要再做這種欺騙老人家的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電話又進來了 我們來接一下 餵 你好 是周叔嗎 對對對 你好 你好 有看到 看到了是吧 您平常有沒有喝過 了解過路透奶 沒有 您可以看一下 知道我說 咱們呢 還有一個事 還有一個事就是 因為我和小孩說這個被子啊 沒有那個成分標識 對 對 它就是個被子書 它不是說是衣服 您就買個普通的被子 它也沒有成分標識的 對吧 那怎麼知道它是全 它是全殘屍的 它就是正兒八鏡的殘屍背 你一蓋 你蓋著就特別的柔軟色滑又舒服 對吧 你一摸就摸出來呀 但是含量多少 你普通的被子 你普通的被子 你去買個被子 人家跟你說含量多少嗎 叔叔叔 你買個被子 你要是買個衣服買個 你買個羽絨褲吧 都有含量 兩千塊左右 這被子都沒有含量了 它不像衣服 你買個羽絨褲對吧 那說的是 含有多少的 那 那 我覺得沒有含量 他們 小孩怕我蓋著不放心 他說如果沒含量 就想退 這有啥不放心呀 這就是個被子呀 你去買個被子對吧 這就是一個被子 那 有個七天 七天無理又能退的 我能退吧 保持保量的給您帶 有任何質量問題 知道吧 你蓋在身上 沒有任何的質量問題了 聽懂了吧 那沒有成分標不放心 你現在買個普通的被子 哪有成分標啊 你去商場買個被子 你買個夏良被 買個啥被子 有成分標嗎 對不對 以前買一千多了都有 那能不能退啊 我們不要了可不可以 保持保量的 沒有任何的質量問題 有質量問題可以給您退 但是我們給街大夫 沒有任何的質量問題 我說七天不是可以無理會壞嗎 電視宣傳的時候這麼說 喂 這裡面我跟你講說啊 他雖然說沒有標注 知道嗎 叔叔啊 他沒有標注 但是咱裡面的是 百分之八十的殘肢 還有百分之二十的木棉纖維 知道了嗎 他但是雖然說沒有標識 但是呢 咱都是正兒八經的好東西 那我現在不要了能退嗎 他怎麼會不要呢 叔叔 保持保量的 對不對 沒有標識 沒有標識 不放心 所以要退 你有啥放心不放心的 你蓋嘛 你有什麼的問題 到時候給我打電話嗎 那我能退嗎 我現在我不用再給他 給你一塊瓶 本人家都蓋了幾個晚上了 我還沒蓋 他蓋的特別的舒服 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就你們 就你們這邊難平的啊 給我介紹朋友 又介紹過了兩個了 給你一塊瓶的 我家一蓋就是晚上睡得好 又很舒服 那能不能退現在 這個沒有任何的質量問題 我還是那句話 沒有任何質量問題 明白嗎 我們都是百分之八十的殘肢 那不是電視宣傳 那不是說七天可以無理由退換嗎 關鍵是有質量問題嗎 沒有質量問題嗎 沒有質量問題嗎 沒有標識的 沒有標識的 你無理由還要什麼質量問題 我現在成本都已經給你講了 明白了吧 你現在就上場買了一輩子 他也沒有標識 你不要跟我這樣講 知道嗎 你回家用 如果有任何質量問題 你給我打電話就行了 知道吧 那我現在不用打 我現在就要退 可不可以 蓋了 好吧 那看到了 不讓退 而且直接蓋了 那你能想像你們的老人家 就是這樣子 球術無人 有時候又不想麻煩小孩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上非常生氣 把這個被子 寄到當官的球衛機構 因為他們第一次還沒擺的時候 說的是全場 第二次 最後的時候說是百分之八十的產生百分之七十的目標 我們來證實一下 它裡面的含量到底是什麼 也要跟我們說呢 最後一次